鲜卑族是中国历史上东北的一支强悍的民族 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中国北方曾经出现过匈奴、突厥、回湖、土藩等游牧民族 但是如果论影响力那一定是鲜卑最大 可以这样说一部鲜卑史半部游牧民族史 中国游牧民族的历史一半以上都是鲜卑族创造的 鲜卑族是东湖的一支 东湖民族因为生活在匈奴东边而得名 因为古代人将匈奴称为胡 战国时期呢 东湖十分的强盛是燕国的劲敌 秦汉之交匈奴崛起击溃了东湖 东湖的残余势力退守到了大兴安岭 分散为了南北两支 北支为鲜卑 南支为乌环 匈奴强盛之时鲜卑和乌环都是匈奴的附庸 匈奴衰落以后鲜卑和乌环就开始活跃在历史上 其中乌环大多归顺于汉朝 帮助汉朝守边 而鲜卑呢 则是独立发展 在东汉时期 鲜卑多次戏争 87年 鲜卑大破匈奴 杀死了匈奴的幽流蝉鱼 此战导致匈奴解体 墨北大乱 随后啊 东汉北伐 在墨北扶持匈奴蝉鱼之子 建立了傀儡政权 不过匈奴又叛变东汉的政策失败 鲜卑见墨北再次大乱 于是再次习争 从此匈奴鱼种 留者尚有十余万络 皆自好鲜卑 鲜卑由此建设 也就是停留在墨北的匈奴十万丈 基本都融入了鲜卑族 鲜卑在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政权 就是鲜卑韩国 一百五十六年 谭石淮统一了鲜卑各部 定都谭韩山 也就是张家口 他仿照着匈奴将鲜卑 划分为了东中西三部分 随后因南朝原边 北居丁陵 东雀浮于西极乌孙 近居匈奴故地 东西万四千余里 南北七千余里 网罗勒山川水则沿地 就这样 整个墨北高原都被鲜卑统一了 不过呢 这个鲜卑韩国并没有维持多久 一百八十一年 谭石淮去世 统一的鲜卑韩国自此瓦解 此后的鲜卑呢 逐渐分裂为了 东部鲜卑和西部鲜卑两部分 东部鲜卑又分裂为 布渡根集团 活动于云中燕门 柯北能集团 活动于戴郡上古 东部大人部 活动在辽西辽东 在曹魏时期呢 柯比能部强大起来 不断地兼并周边的鲜卑部落 并不断地南下侵犯 甚至啊 联合蜀汉夹击曹魏 给曹魏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235年曹魏幽州刺史王雄 派遣刺客 韩龙刺杀了柯比能 从此以后 鲜卑部落离散 互相地蒸发 鲜卑政权 算是彻底地瓦解了 西晋后期呢 中原爆发了八王之乱 于是啊 鲜卑趁机向中原挺进 带动了一次 民族南迁的大潮流 这个时候的东部鲜卑啊 主要是有慕容部 宇文部 段部三部 他们活动在西辽河流域 曹魏时期 慕容鲜卑因为参与 魏国灭公孙燕国之战 最终啊 被允许居住在辽西 八王之乱爆发以后啊 慕容鲜卑割据辽西 307年 慕容鬼自称为鲜卑大鲜鱼 初步建立了政权 337年 慕容黄自立为燕王 标志着前燕政权建立 前燕在东北采取而来 休养生息 招揽流民的政策 吸引了大量的中原汉人来进行投办 前燕的经济 军事实力 也是突飞猛进 很快就击败了高谷力 浮渝和后赵 称霸一方 349年后赵分裂 时势内乱 前燕大军趁机南下消灭了石敏集团 成功入驻中原 前燕同样设在中原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 使得中原的社会得以安定 经济得以恢复 人民得以修养 前燕亡国之前 有户245万 户籍人口是998万多 这个数据基本适合东进持平 可见前燕对北方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再来说拓跋鲜碑 拓跋鲜碑原本是活动在墨南一带 也就是核桃平原 220年 拓跋鲜碑被西部的鲜碑击溃 拓跋利威带领拓跋是不断的转移 不断的强盛起来 258年 拓跋利威定都胜乐 也就是和林格尔 初步建立了政权 再次举行祭天活动 举办了部落联盟大会 附近的许多鲜碑部落都参与会盟 从此一个新的拓跋联盟也就建立起来了 拓跋利威规定以后的联盟首领 都必须要从拓跋市中选出 这实际上就是以世袭制取代了善让制 拓跋鲜碑国家初步行程 发展到了未进时期 拓跋市已经是财旭富贵 空闲其事四十余万 310年 西晋为了平定内乱而拉拢拓跋市 册封拓跋异户 被封为大禅于代工 并赐给了拓跋市 马义 殷管 楼梵 梵筹 拱武县 魏晋时期的代国 一直是处于汉化和反对汉化的斗争之中 内部矛盾是比较尖锐的 直到338年 石济建即位 重富富之 好上洛宫 北游沙漠 南距 阴山 数众十万 代国才稳定下来 十亿建大力推行汉化政策 确立了代国的发展方向 在前秦崛起之前 代国一直稳定发展 他们击败了高车 铁佛匈奴等部 东自 威莫 西集 破洛纳 莫不款富 前燕和代国是先被早期在黄河流域建立的两个重要的政权 他们虽然都被前秦所灭 但是他们的根基很牢固 在前秦崩溃以后 两个政权重新建立了 383年 前秦在匪水之战中惨败 早有预谋的慕容锤立 即在河北笼络旧势力 并于第二年重建燕国 史称后燕 另外呢 慕容红也在山西称王建立了政权 史称西燕 394年 后燕灭西燕 基本恢复了前燕的版图 代国方面呢 拓跋石一剑之孙拓跋归 旧和旧部于386年重建代国 不久啊 拓跋归就迁都圣乐 改国号为魏 史称北魏 北魏建立以后啊 就和后燕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 最终呢 这场战争以北魏的胜利而告终 407年 前燕灭亡 其残余势力分为了北燕和南燕两部分 南燕于410年被刘豫所灭 而北燕呢 于436年被北魏消灭 除了燕国 代国两国之外 先碑还建立了南梁和土谷魂两国 220年 拓跋先碑被冲散以后啊 拓跋力威的义母长兄 匹谷则带领着部分的族人 迁徙到了河西 千千瓦解以后啊 吕光在河西建立了后梁政权 拓跋乌孤 依附于后梁 成为了吕光的大将军 势力不断的强盛 397年 拓跋乌孤自立为王 建立了政权 史称南梁 到414年 南梁被西秦所灭 土谷魂国 是慕容先碑建立的政权 慕容先碑南迁时期呢 土谷魂和兄长慕容鬼 发生了一些矛盾 一怒之下呀 就带领着自己的部落 西迁到了河黄谷地 他们和周边的枪势 不断地融合 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并且逐渐地建立了政权 土谷魂王国存在的时间很长 从十六国一直延续到了唐朝前期 长达三百二十多年 该国强盛时期的版图 几乎是占据了青海的全境 还控制了善善和且木 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439年 拓跋涛灭了北梁 宣告北魏实现对北方的统一 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乱 此后呢 北魏不断地推行改革 其内谦的鲜卑族啊 也不断地融入了汉族之中 但是呢 停留在漠北漠南的鲜卑族 并没有接受汉文化 他们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以游牧为生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鲜卑族又发生了民族的分裂 早在402年 就有一个鲜卑族呢 北迁英山以北 吞并了北方的游牧部落 号称柔然 在北魏为实现中原的统一奋斗之时 柔然已经实现了大漠的统一 柔然和北魏虽然是同出一远 但是两者势如水火 柔然多次南下侵犯北魏 北魏呢 也是多次的北伐柔然 双方的战争啊 持续了一百多年 为了对付柔然呢 北魏在漠南设立了六镇 修建了长城 驻扎了精兵 柔然最强之时啊 不仅控制了大漠还统治了西域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啊 驻扎在六镇的军队呢 依然是保留着鲜卑的救赎 战斗力很强 但是六镇军民的地位却不断降低 他们对此啊 十分的不满 523年 六镇发生了叛乱 大量的六镇军民融入了河北山东 史称六镇之乱 六镇之乱后啊 北魏灭亡 而六镇之乱中崛起的高市 也就是鲜卑化的汉人 和宇文氏的两大军阀 他们携天子 以令诸侯相互的对峙 分别建立了东魏和西魏两大政权 几十年后 他们又自称形成了北齐 北周两个王朝 到577年 北周灭北齐 再次统一了北方 北周的建立者呢 为宇文鲜卑 是东部鲜卑的一部分 北周建立以后啊 不断的推动六镇鲜卑军阀和 关隆士族的融合 建立了兵府制 推广军田制 最终形成了一个 影响中国几百年历史的新集团 关隆集团 后来呢 隋朝和唐朝的皇族啊 都是来自于关隆集团 关隆集团呢 是鲜卑族和汉族融合的又一个产物 北周是内谦宇文鲜卑建立的 另外呢 还有许多语文鲜卑停留在了末北 他们和其他部族不断的融合 又形成了两个比较强势的民族 契丹和西 唐朝时期呢 两个民族啊 在突厥和唐朝之间 来回的摇摆 反叛无常 唐朝灭亡以后 契丹强大起来 建立了国家 统一了东北和末北 947年契丹入驻中原 改国号为辽 不过很快又退回草原了 辽国变亡以后啊 耶律大使又带领着残余势力 西迁西域 重建辽国 实称西辽 西辽不仅是奴役了高昌回湖和克拉罕王朝 还击败了成巴西亚的塞尔柱帝国 威震中亚 西辽将契丹的威名啊 远波西方 使得中世纪的西方各国都以契丹来称呼中国 直到现在呢 俄罗斯语言中的中国一词依然是契丹 先辈南迁呢 不是所有的先辈族啊 都南迁 总有一些不愿意迁走的留在原地 其中呢 留在大兴安岭一带的在南北朝的隋唐 被称为了士维 回湖韩国灭亡以后啊 士维人大量的席前涌入墨北 和这里的铁勒突厥民族进行了融合 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蒙古 最早呢是叫做蒙物士维 1206年蒙古的成吉思汗统一了墨北 蒙古也就成为了墨北各部的统称了 随后啊 蒙古三次西征 并统一了东亚大陆 建立了元朝和四大韩国 他们的后裔呢 又建立了铁木尔帝国 准格尔帝国 和硕特韩国的 成为了最强悍的游牧民族 宗上所述鲜卑在历史上 曾经建立了鲜卑韩国 前燕 代国 后燕 西燕 北燕 南燕 西凉 土谷 魂 北魏 西魏 东魏 北齐 北州 等政权或者是王朝 整个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啊 至少是一半都和鲜卑族相关的 而鲜卑的后裔呢 又建立了契丹 蒙古 两大帝国 在亚欧大陆的民族史上 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因此啊 中国游牧民族一半的历史 都是鲜卑族 获其后裔创造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